我们第三个最后一个小节就是三维 三维的跟二维很类似 只是二维三个方程式 三维就像药木上所写的 就是六个方程式 三个外力和等于零 所有的外力对某一点的力矩和的三个分量等于零 六个方程式 我们可以解除六个位之数 所以很明显你们会知道 三维的问题就是解方程式 啰嗦 因此有时候你六个方程式都写出来 研究一下哪个先做哪个后做 可以避免掉解年龄方程式的困扰 然后我们再补充一下 我们真正写方程式是这样子 这边虽然有六个 我们一般的写法是什么呢 整体写 第一个我们会先写这三个 X方向的分量和等于零 Y方向的分量和等于零 Z方向分量和 这三个我们会先写 但是这一个呢 我们通常是先做这个式子 先写出所有的外力对某一点的例句 叫R cross F的方程式 整体先写出来 然后把这个cross product通通展开来 展开以后再把 I分向分量摆一起 接分方向的分量摆一起 Z方向的分量摆一起 然后再令他们等于零 再来做 那三维的我们现在看一个例子 这我们基本上第八个 三维的case我在讲 他真的比较讨厌的 就是有时候你要找到某些外力 它的方向 像这一题 现在这招牌 质量是一千 重量是一千两百牛顿 然后它是一个均匀的 均匀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执行就是在我的中心点 然后呢 这个招牌在A点 是用一个球座支撑 ball and socket 所以在A点有三个反作用力 X A Y A Z 然后同时分别在B点 跟这上面的E点 有两根绳索 一个是B连到D 一个是E连到C BDEC 就靠这两根绳索 这跟A点 让这个招牌摆在那边 这个招牌的长度尺寸是2.4公尺 乘1.5公尺 好 这边我们要注意到 你们看 它又给你们一个XYZ轴 原点就在A点 重点是X轴 它没有告诉你这个招牌的厚度 它的X轴就是沿着这个招牌的中心线 厚度的中心线 X轴是沿着招牌厚度的中心线 所以我们不要考虑招牌的厚度了 OK 沿着招牌的中心线 这点是要注意的 然后就问我们XAYAZ 还有绳索BD跟EC 这两个绳索的张力 那还是一样 我们首先 先把我们的自由体图给画出来 下面的图所示 XAYAZ 我强调三个方向是假设 算出来是正 表示我假设是正确 是负 表示我假设是错误 因为是求作支撑 所以就是三个方向都有 然后绳索的张力一定朝外 所以B点的绳索张力一定朝向低方向 E点的绳索张力一定朝向西方向 这两个绳索张力算出来 这两个绳索张力算出来一定要正 是负的表示你算错 然后我的重量 就是在中心点 就是负的1200接 就是在负接方向 SYD已经给了 那这个题目 基本上 SAYAZ的方向我很清楚 重量的方向我也很清楚 我只是要找出这两个绳索的张力 它的分量方向 就跟我们前面在做任何问题一样 以绳索B点来讲 我要知道B点的坐标 要知道D点的坐标 然后拿D点减掉B点的坐标 就是B到D的位置向量 那这个绳索的单位向量 就是位置向量 除以这个位置向量的大小 那绳索的大小就是位置 所以我们第一步要找出来 A点的坐标是原点 我们要找出来B点 C点 D点 E点 这四点的坐标 那如这边所显示的 B点的坐标是X等于2.4 然后Y跟Z都等于0 C点的坐标是X等于0 Y等于0.9 Z等于0.6 D点的坐标要注意 X等于0 Y等于1.2 Z是等于负的2.4 因为它在负际方向 E的坐标就X等于1.8 其他都等于0 然后我们先来找绳索BD的张力的单位向量 就我讲的是拿D点的坐标减掉B的坐标 所以从B到D的位置向量 是负的2.4I加上1.2J 然后减掉2.4K 然后平方和开根号就得到我的大小 因此我们说绳索BD的向量 就是等于TBD 那是它的大小 我不知道 然后它乘上它的单位向量 就是B到D的位置向量 除上它的大小 得到我们看的结果 因此我们现在会知道 绳索BD沿着XYD三个方向的分量 同样的道理 要做绳索1C也是一样 C坐标减掉1坐标 所以1到C的位置向量 是负的1.8I加0.9J加0.6K 平方和开根号得到我的大小 所以绳索T1C的大小 就等于T1C乘上R1C对1的位置向量 除上它的大小 所以最后绳索T三个位置分量 我们知道 这个都知道以后 就很简单了 剩下就是平衡方程式 首先Summation我们就讲的 力量我们就直接算它三个方向的分量 所以SummationFX等于0 就是等于AX 然后绳索你们可以回到前面看 绳索TB绳索BD的跟EC的X分量都是负的 所以减掉BD的位置那个X分量 减掉EC的那个X分量等于0 那SummationFY呢就是AY 然后加上绳索BD的Y分量 加上绳索EC的Y分量 然后不要忘了 还有一个重量 减掉1200等于0 第三个 SummationFZ等于0就是AZ AZ减掉绳索BD的Z分量 加上绳索EC的Z分量等于0 这边三个方程式已经包含了五个位置数 AX AY AZ 还有T的BD跟T的EC大小 那这个我们单独解不出任何一个 因为每一个方程都包含了好几个位置数 最后我们要找Moment 就像我们讲的 你要选哪一点取Moment 第一个就是找最多位置数通过的点 这边很明显就是A点 因为你在A点取 你在A点取那个力矩 X AY AZ都不见 所以我们就SummationMA等于0 那只剩下第一个TBD的位置 它的力矩就是2.4I crossTBD 然后再加上1.8I crossT的EC 最后再加上还有一个我们重量 就是1.2I crossFu的1200接 等于0 然后这个方程式里面 我们看我们在I crossI等于0 我的力币都是I码 所以我们知道我出来的力矩 只有K跟J的分量 所以展开来以后 我把K分量合在一起 J分量合在一起 那最后K方向的分量等于0 J方向等于0 而这里面呢两个方程式很好 只有两个位置数 TBD跟TEC 所以我们先从这两个方程式 解出来我的张力 TBD跟TEC 然后再带到前面的三个方程式 带到第一个方程式 就可以解除AX 第二个方程式可以解除AY 第三个方程式 我们可以解除AZ 结果你们看AX AY都是正 AZ是负的 所以表示AZ的假设方向是错的 我们假设AZ应该朝正义 实际上A点给这个招牌 最用力是在负极方向 这个很简单 OK 好 这个呢结束了我们这个第四章 就是钢铁平衡 这个里面其实一个是 钢铁平衡方式很容易记 另外我再强调 最主要就是各个支撑点 反作用力什么形式不要搞错 就是钢铁平衡方式